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又想做好你那份事的时候 那些讯息这样弹出来 你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呢? 唉 想专心做事都不行 哎 刚才啊 牧师 刚才我发梦的时候 看到崇拜的时候 有很多讯息这样找我 其实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想专心崇拜的话 你可以试试用圣经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听道 台上牧师就在讲道 台下我们听道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给一些手机的讯息 突然一旦有个人要约你去吃饭 就来够了 还有半个小时你又要去吃饭 或者有些抢购的时间 又多了 还有15分钟 崇拜都未完 那个时间又够了 所以你又会觉得很心急 有些你会觉得 我们其实做哪样东西才好呢? 你的心会不会让一些东西 带动你去做另一样东西呢? 每一个主日 我们一个星期有一天是主日 这个主日的时候 我们是休息的时间 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很重视这个日子 因为主日我们是去敬拜上帝 我们学习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在福音里得到安慰的时间 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我们就是亲近上帝 当我们关心听道的时候 我们会重视我们在台上 牧师所说的东西 我们听完这些 在上帝到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聆听上帝的话语 让圣灵去带领我们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会更加接近上帝 事实上 我们用什么方法听不重要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否专心聆听上帝的道 当我们能够听上帝的道的时候 专心的 那就是最重要 那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改了飞行模式 那我们依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骚扰 我们可以更加专心 亲近上帝的道 梁玛泰 提摩太囚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善上帝 所默示的 愿教训 触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词曲 李宗盛